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颁奖典礼昨天晚上举行 刚刚问鼎冠军的16岁中国小将范婷玉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 在本届硬式杯当中 范婷玉直黑以5点的优势战胜韩国棋手朴婷环 最终是以3比1立刻对手夺冠 范婷玉在继长号之后成为了第二位捧杯的中国棋手的同时 也成为了该项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本次比赛中在落后的情况下 范婷玉依靠顽强斗志成功逆转韩国棋手朴婷环 从而以总比分3比1立刻对手 范婷玉夺冠之后一举刷新了诸多棋谈记录 范婷玉成为了仅次于韩国石佛李昌浩的最年轻冠军棋手 李昌浩1991年夺得世界冠军时为16岁又182天 而范婷玉夺冠的年龄为16岁又202天 值得一提的是范婷玉将凭借英式杯的桂冠 从三段直升九段 不过获得世界冠军后的范婷玉还很清醒 应该说还是有点幸运的吧 当然也有一定的实力 只有不断努力然后完善自身吧 才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竞技状态 此番夺魁让四岁开始习起的范婷玉成为了继马小春 于斌古力等人之后的第十一位中国职业棋手世界冠军 这也为当今中国年轻棋手树立了信心 可能前几年的时候 韩国棋手的国际大赛成绩确实是非常突出 但近些年中国应该说慢慢的有了一个好的趋势 十二岁入断的范婷玉是上海人 她年纪虽小但对局中颇显老成 无论形势优劣都不形于色 人称少年师傅 记者韩琼报道